核糖体核能 绿线体能也有一体的比较 原合生物只有核糖体 没有核能 没有这两个魔状爆气 中位的打勾勾 那AZ体其实上课都会强调 但是各位会比较confuse的是 核能不是要制造核糖体的大小吃三味 再来讲细菌也有核糖体 它不是应该有核能吗 各位刚好不是的 它有核能这样子的区域 但因为细菌的中间的DNA的地方 它的核能非常的松散 看不清楚 所以看不到核能 我们的细胞核中会有颜色比较深的地方叫核能 细菌没有这个区域 原因其实非常多 我们高中没有介绍 为什么细菌没有核能结构 它有核能的功能 它一样要形成核糖体大吃三味小吃三味 都一模模一样样 只是它这边的物质并不会聚集成 颜色比较深的区域 所以原合生物在显问地下 是真的没有核能的 细菌是没有核能的 但是有类似核能功能的区域 但是你看不到 所以这里的A是对的 好 再来 只有核糖体跟核能有RNA吗 错 核酸体跟核酸体是半自主胞器 有自己的DNA 有自己的RNA 做出自己的蛋白质 所以全部都有 RNA是这上面所讲的 这四个结构都有RNA的 所以这体的B是错的 好 实际选项 只有核酸体跟核酸体 这两个半自主胞器有DNA 没错 因为核能没有DNA 核糖体也没有 核糖体的成分是RNA跟蛋白质 最后选项呢 核酸体跟核酸体有核糖体 对 因为这两个半自主胞器 有自己的DNA 转入出自己的RNA 有自己的核糖体 做出自己的蛋白 最后一个选项 它说核酸体跟核酸体有膜 而核糖体跟核能 不是膜状构造 所以没有膜 意思对的 半自主胞器是膜状膜 核糖体还有核能 是没有膜的 所以第五题多选 只有B是错 其他都对 第五题还有问题多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